穿著藍色上衣的男子 邊講電話邊聽從指示 把一包紙袋放在機車上 沒多久一名白衣少年出現 把紙袋拿走 裡頭裝著20萬現金 這筆錢最後落入詐騙集團手中 取款車手還以為這只是打工 十多名警力在新北市五谷 這棟大樓外埋伏多天 趁目標出現趕緊上前逮人 戴眼鏡的男子就是詐騙集團 詹姓祖賢 自稱竹聯邦名人會三重組長 從前年開始透過手機通訊軟體 又騙未成年暑期打工 匡稱只要領包裹一次就能賺五千 不少學生一個拉一個加入 但嫌犯發現上繳的金額 怎麼有短缺 懷疑車手們私吞 把他們抓起來拘禁毆打 有人被打破頭也不敢反抗 直到家長發現孩子床底下 怎麼有不明巨款 加上身上常常有傷痕 報警求助揪出詐騙集團 一旦懷疑這些未成年的車手 一旦有侵吞私吞款項 便以率眾暴力拘禁毆打 導致這些青少年遍體淋傷 而不得抗拒 這回警方一共逮捕13人 將他們以組織犯罪傷害恐嚇罪移送 青少年設施衛生被金錢迷惑 直到被暴力拘禁 才知道自己從事犯罪行為 但已經無法脫身 警方表示會向少年法庭求情 希望法官給未成年一個機會 暑假打工還是要睜大眼 避免落入求職陷阱 被詐騙集團利用 TVBS新聞產品群捷運期 台北市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